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川普政府雇佣 主管这件事情是原来川普政府的主管国内事务的叫米勒 他的中心点在司法跟军队 司法情报FBI将出现大整顿 在军队当中当一定消灭 就是铲除掉唤醒主义 就是意识形态的唤醒主义在军队的影响 什么叫在唤醒主义在军队的影响 变性人是军队的一个中将 现在对吧 就这些人 那他川普绝对不要了 所以他有他有一个完整的纲领的一切 然后他透过甲骨文公司 设立了正在凝造设立一个完整的网络系统 来审查所有申请这份工作的人 那他的资讯背景 因为是联邦政府志愿 那在审查资讯背景的时候 包括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都在其中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 但我们并不清楚 他有什么司法权利去碰那些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 按照美国的这个第一修正案 言论自由等等诸如此类的 和个人隐私的问题 但他的出发点是在川普的推动下 被共和党接受 就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接受他 而且来支持辅佐他 那这件事情呢 也通知了德桑迪斯跟那个黑利 也就是说 在与川普竞选的人当中呢 两个最主要比较靠前的人 都被通知了 那也就意思 这是对他们的尊重 就是无论谁当选 无论谁最终代表共和党竞选 但是2025年的project 下届美国政府的定位 包括机构设置的安排 包括政府的 比如说头一两年的这种目标的设定 要驱除掉每年进来的非法移民 他可能要驱除 每年驱除上百万移民 这是他的目的 那这些都包括在其中 那这就可以显现而知 川普对大选的那种胜利感 就是他的那种把握度跟胜利感 那倒是对线川普曾经表达过的 如果不能获胜 如果他不能获胜 美国将完蛋 所以他把自己当成是一个 美国现金社会的一个真正的拯救者 那这个项目的本身涉及到几千万美元 那就是这几千万美元不是那五万四千名雇佣者的工资 那个得到2025年才能发生的 就是现在的工作人员 那他有一批工作人员 有一批指导方针 那他要把他们设定的目标 跟一些私营公司 但具有安全许可的一些公司联手 透过那些公司 把这钱拨下去 比如说拨出两百万三百万 给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要给政府 给我完成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对不对 一个名单的一个细则 这个名单细则 我需要是谁 要什么 你给我创新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给我使用 就这样的投资 他已经拨出了数千万美元 所以很显然 这东西只能是有钱人在干 对不对 那你现在让德桑蒂斯干这 他肯定干不来 那这就表明这个社会的状况 现实 我觉得就是这种社会现实的状况 那当然也表现出 川普在投入他毕生的经历 也就是他的余生 要在美国本身创造真正的 川普所梦想的一个美国 否则的话很难想象 有这样的东西 在2020年 我们没有看到过这故事 当然那当时他是总统 在2016年 也没有看到过类似的 因为在2016年 当时的过渡班子呢 应该是在大选之后才出现 这个东西类似他的过渡班子 类似 但是他的就是立足点 他的准备时间是极长的 而且呢 他是留下了一个非常设定 预先设定的目标 比如说对移民的问题 对司法部整治的问题 司法部他就这么讲 司法部FBI跟情报系统 将出现大革命大整治 那在他的投入方面 就是现在已经着手 对司法部的整个整体的整治 那我们没有看到 这个司法部等人 对他有什么 有什么其他评价 没有 我个人觉得他们很难评价 这是来自于这个 Newsmax 2025专案 Project 资金充足 它是由 本质上是由保守派 智库 叫遗产基金会策划的 过渡团队 那已经开始招募筛选 下一届 共和党的潜在的 政府的潜在的候选人 那更具体说 这是第二届川普政府 川普政府 就明确明确 川普政府已经开始招募 政府这个工作人员 设计人员五万四千人 志冲道合的 必须是川普的忠实者 在联邦政府各级被雇佣跟安安置 这里就很有趣 必须是川普的忠实执行者 那这个这个标志就有一个 很潜在的问题 这个政府是川普政府 不是共和党政府 因为他是可以是政府 共和党政府 但他必须是对川普效忠的 对于有些朋友 可能就听起来就不能接受了 因为这意味着 透过民选走向独裁 对不对 那肯定是这样 但川普自己在 在他执政的头一年 跟后来呢 2020年呢 应该说在共和党的背数下 他吃老子亏了 对吧 他受老子罪 吃老子亏了 所以他肯定不能接受说 你是共和党人 你必须是 这个让美国再伟大的 那让美国再伟大的 就是川普 保守派赢得选举不够的 而他的网站 气责说 我们将国家从极左的右翼控制之下 脱身出来 我们要一个执政的 叫议程 跟适合的人 准备好在下一届 保守派政府第一天 就执行这样的议程 那米勒负责这个呢 米勒本身是个律师 他是学司法的 那在川普离开白宫的时候呢 他是成立了第一个 叫什么国家司法什么机构 非政府机构 他专门从法律的角度 去挑战拜登政府 这是他当时的故事 所以现在呢 他应该是这个 就这个机构的本身 在转向 转回到政府的本身 应该说 你可以看到 川普在管理政府 管理企业 非常的具有前瞻性 和有他的自己的 确定的秩序跟规范 明确的目标 确定的秩序跟规范 那中间做起来呢 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具有 具有可安排性 我不知道找什么词 就是可安排性 可追溯性 而且他是一种 他是一种目标性很强的 那一产跟专案官员表示 他们同时通知了 德桑迪斯跟黑利 给他们做简报 他们同样就是会获得等同 那专案组的副主任 叫做 叫Space 我们正在跟候选人 和员工分享我们的工作 整个专案 这个 这件事情是川普推动的 是由川普在白宫的前助手 曼坎迪 和政策顾问 斯蒂芬米勒主管 所以斯蒂芬米勒 是真正川普信任 甲骨文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 帮助处理对申请人的一切 包括对社交媒体的审查 确保是川普的优先的忠诚者 耗资五千多万 所以这笔钱是谁套 他没有讲 那因为应该是有共和党钱 同时有川普的钱 2025年专案资料 有四千多个条目 精心挑选 五万四千名联邦工人 然后川普自己表示 他将恢复一个叫F表格 是一种人 就是human resource的东西 透过重新分类 消除对成千上万的 这个联邦工人的就业保险 使他们更容易被解雇 那这里面讲 就是联邦政府 联邦雇员的很 就是铁饭碗 那我在我看来呢 为什么川普列这么一条 因为川普在 第一个执政四年的时候 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就是司法部FBI 这个国土安全部 那这些人呢 当时是被川普 被这个奥巴马 设定了一些高级员工 大概六千人被他换掉 然后设定了一些规范 那那些规范就促使 后来的人很难去碰这些人 那甚至他们的政策 可以遏制总统本身 最典型的2020年 那川普要求司法 要求情报委员会 叫什么 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 出台一份报告 对2020年大选 是否遭到干涉 做出一个结论 最终没有做出 那个结论没有 报告拿不出来的原因 就是在司法 就是在司法部的反情报科 国土安全部 国土安全部的反这个网络安全局 FBI和这个 我忘了有没有CIE 大概有五个主要的情报部门 坚持坚决不给这份报告 而出这份报告的人 是这些部门当中的主要的高级分析师 这些高级分析师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联邦就业人员 他们拿的高薪 有时候年薪拿到超过二十万 政府工作很难超过二十万的年薪 很难的 所以这是一个 因为他有很多的福利在其中 包括政府员工去买房子 都有很特别的福利 那这就 所以他就抵消掉他的现金收入 但是奥巴马就用钱把人给买了 所以这是川普要改变 另外一个就是军队 那早期着手改变司法部 FBI情报局 而且要迅速驱除非法移民 数百万的 每年数百万非法移民 根除军队中的意识形态 目标就像滚雪秋一样 我们要在一开始就提出来 无论被提名的是谁 不管下一任总统是谁 我们从第一天就搞到Ready 所以他是一种双向服务 是来自于共和党的 但是呢 他的主持的一切来自于川普 感谢朋友们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